大家好我是Jack 上次帶大家看了山水型這個屋卷 看一間內置樓梯上天台的單位 之前也有說過帶大家去看前面洋房 一些別墅的單位 今天我都去看了 拍了一片回來給大家看 我們看這間只是一個四房三套的洋房 但特別之處是單位裡面有電梯 可以由車庫泊完車直接回到主人房也可以 然後我們看這間 還要是屋卷裡面我個人認為是較漂亮的景觀 雖然我自己就一定不夠錢買 不過看看也無妨 在看單位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給我這段影片 至於價錢 因為它是屬於發展商的招標單位 沒有一個確實的價錢 在影片的最後我都會告訴大家附近屋卷 其他同類型的洋房的成交格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至於那些間隔圖 或者山水型整個成交的表 如果有需要都可以WhatsApp 我們現在馬上出發看看 OK 現在來到山水型洋房的單位 這是一個四房三套的單位 實用面積2107呎 連買一個400多呎的花園 為何我會選這間呢 是我自己覺得看過圖籍 或者我比較過 這個景觀較為開揚 而它是比其他外圍的單位 看景觀的構圖較為我自己喜歡 進來會見到一個大閘 會有一個前面小小的花園 一個平台的地方 平位 一個花園 可以直接去回廚房 不過要留意可能會有一級 首先一進來 右邊已經是工人房 工人房的面積 我們很略略地看看 會有套廁在裏面 而上面也會有冷氣機 以及一些氣窗位 然後再進入大門 大門會有少許走廊位 這個位置我們稍後再進去 就可以直接進入停車場 本身進入右邊會有一個客池 讓親戚朋友過來時便可以使用 然後樓梯我們稍後再進入 我們最主要看了這個 這個這麼高樓底的空間感的一個客廳 客飯廳的位置 本身我們這裏的樓底高度會去到4米 所以即使看出去可能是綠化環境會比較多 但是整個空間感都蠻震撼的 最值得一提 就是有電梯 這個電梯是可以由停車場 直接去到主人房 如果有時家人可能會有老人家 很多時候都會擔心老人家出入會不太方便 這個有電梯便穩固了 另外也有個很好的功用 如果真的不想其他人去你自己停留那一層 可以鎖電梯 左手邊這裏會是一個一排的櫃 會放上少許紅酒櫃 一架飛機 都會在這裏 一個吧桌早餐區的地方 接著我們進入廚房 廚房比想像中會小了少許 但始終很多時候都是公盟姐姐煮食會比較多 自己煮食可能真的會 看回你們的個人需要 但基本路具都齊了發展箱都用不到MIRROR 最主要就是廚房窗位置 整間屋的感覺很舒服 陽光入屋很厲害 然後是我最喜歡的位置 本身這個客飯廳已經可以大概大家預想到 那個空間感 一個大的L型梳化 然後一個大電視 然後餐桌的應該在左邊這邊 然後看出來這個花園 花園面積大概400呎左右 好了 為何會特意看這一間呢 可以看一看 前面呢 會是 前排這邊就是前排的陽房 都是山水營的 而另外這邊就是本身山水營 裡面的屋苑的一些花園 內園圓林位置 對面就是倚聯的一些圓林位置 變相現在看的景觀 其實九成九都是有人去幫你做打理的 變相就會比起 當然又不用看著其他陽房的一個景觀 這個景觀我覺得 再更加OK一點 然後花園本身它做了一個草地 視乎你們喜不喜歡 如果有狗仔 寵物小朋友 或者 就可以在這裡玩 到時可能你們看回你們的需求 做一個專地也可以 水墊本身都做好了 然後我們這一層看完 我們會再上去 樓上那裡看看 現在就來到一樓了 一樓就會是三間房 兩間套房的設計 而後面看回屋苑來源的那間房 我通常都會建議應該是做書房 大家可以看看面積 本身這間房 都可以做睡房的 一個入場衣櫃位 或者一個書桌位 然後這邊就會看回 後一排的陽房單位 所以這間房你說做睡房 都可以視乎你們的需求 但通常都會下窗簾為主 然後我們再過來 然後我們再過來 這七層都會有電梯 都會去到這一層 然後這個是客廁 一樓的客廁 它就會直撥這間套房 然後這間房 它會有一個 小小的平台位 就可以放一張桌椅 如果這間也是一間 書房或者睡房的話 有時候就 可能臨睡之前 看看書在外面 看看 因為這邊的夜空應該都 挺漂亮的 因為這邊附近都沒有什麼 高樓大廈 都可以看到性 然後來到這間 就是第三間的套房 第三間的套房 這個就是洗手間 都是正常面積 而這間套房的景觀 都會跟客廳一樣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 這間陽房的原因 就是看出去的景觀 都的構圖 很漂亮 亦都是有打理的地方 接著我們會再上一層 現在就上到最高 就主人房這一層 主人房 這裡就只有 一間大的主人房 加上一個套房 另外出了主人房門口 就待會再上去天台那裏 我們先看主人房 主人房本身的景觀 就再開陽一點 而它也會有一個平台位 一個 大露台位 而看出去的景觀 也是正的 這邊就 然後它這個 洗手間 洗手間的設計 都是臨浴缸都有的 企肝 浴缸都有齊 而這個窗 其實開到 不過我想 就未必開的 因為它跟下面的 書房的景觀 都一樣 都是看回後面 當然如果你說 有時 沒有人用 早上曬一曬 浴缸 廁所位 其實可以的 剛剛說到電梯是上到 這個主人房的 它就會在這裏 但也不用擔心 因為它是可以鎖電梯 如果你不想其他人去到你的 層數的話 就可以用鎖電梯功能 其他人就上不到你 搭電梯的話 然後我們就再上天台 現在就上天台先 天台不算大 因為始終 你說陽房 天台其實大多數都是 被工人姐姐上來浪衫 或者等下一些雜物 這樣的地方 還有本身 這個單位的 花園的私隱度 會比起天台更高 很多時候玩 例如宵夜食 那些地方 都會在天台 反而浪衫的 就會在上面 所以這個面積 讓大家多看一遍 大概是這樣的大小 而這裏 看出去 剛剛好 是 看通了 椅聯 右手邊 左邊 就是山水營的一座 看通了這個天空 夜景 相信 都很 靜 優美 有靈 加上剛剛 我在說的 就是這個 這個來源 就是全部都有打理的 當然本身山水營的 來源環境 比我想像中都很好 很舒服 因為我上次帶你們看過一些分層的單位 都已經 走一走的 來源都挺正的 然後 交通 我想大家都 有看過了 我想這次 回到公司 再跟大家 說一說 如果想購買這個單位 要怎樣做 因為它是沒有 未有一個定價 我會跟你們說回附近的成交 可以參考一下 而剛剛 就在客廳那一層 走下來 就是出去停車場的位置 這裏都會有升降機 直接踏上天台 現在這個門口 出去 出去 再出去 都要有電子鎖 再出去 就是屋卷的 地下停車場 我免得出去 因為我出去就未必能進入 單位 那就看到這裏 我們回公司再談 單位看完回來 不知你們覺得怎樣 我自己覺得 景觀 以及本身 因為住洋房 我自己的客人 都有接過一個問題 就是家裏會有老人家 他有電梯的話 就可以完美解決到這個問題 最後一個 就是 成交 如果按照附近的 一個洋房成交的話 赤價就由 21,000元到17,000元 不等 為什麼會有個差別呢 都要視乎你們 選用最後的付款辦法 所以定價都會有不同 因為發展商提供了一個付款辦法 可以去到1,100天才給美數 上會成交 但是 在簽了臨時賣物合約後 30天 最快就可以拿到鎖匙進入 住了 當然這個付款辦法 就相對 你們 看看你們的要求 需求 但赤價 發展商都會因應 作息調整 詳情當然可以 WhatsApp我 或者我們直接約會 面對面 跟你講解 這次就到這裏了 這段影片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